嘿大家好我是MNike 叫A夢或E夢 那今天這個每月有兩集的活動簡介喔 在開始講活動之前呢有一點我希望大家特別注意一下 就在這個公告的部分呢他有寫這個目光破壞者經驗值1.5倍開催嘛 那也就是說呢這一次的活動按照原本的公告來說他應該是會有經驗加倍的 但是呢你實際到這個關卡裡面看呢 他上面的這個經驗加倍是不見的 就是如果有經驗加倍的話這邊應該會有寫 就是經驗值1.5倍會有一個圖示 然後我們實際打一次這個關卡看看喔 如果說有加倍的話我花實體去打這一個他應該會給我15的經驗值 但是很明顯的看到我這個實體的關卡給我10的經驗值 代表說現在的這個經驗是沒有加倍的喔現在是沒有加倍的 所以如果呢你是想要靠活動來刷等級的朋友的話這點要稍微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他之後會不會把這個經驗加倍補回來這樣子 那再來呢就是講一下活動的部分喔 先針對這個你玩遊戲比較久 你大概都知道活動的運作的玩家來講一下 基本上這一次的活動呢你第一次推是一定要的嘛 就是把它全部都拿到三星然後王各推一次 因為會有這個初回的獎勵那這些獎勵的石頭其實還是蠻多的 就放在那個地方不拿白不拿 那再來呢就是你把這個初回全部推完之後要不要繼續打活動 我個人的建議是看中二這一個角色 如果說呢你中二還沒有練好的話呢就可以稍微的打一下 就打中二的他的關卡然後抽一下箱子就可以了 如果說呢你中二已經練好的話呢活動推完我覺得就可以不打了 就直接去打Normal加倍的裝備就可以了 大概是這個樣子 因為中二這個角色他畢竟還是一個魔攻的破防角 雖然他沒有到非常非常的強勢 但是在三階段四階段的時候呢他還是可以對你的法隊 出兩隊來說有更增強的效果啦 就是說 畢竟他就放在這個地方送你了嘛 那布農白布農這個角色也不是完全用不到他是有可能會上場的 所以如果中二還沒有弄好的話呢我會建議可以打一下就打中二的關卡就好 那VH的部分一樣是四回殺嘛那四回殺不能打的話就是打Hard這樣子 那這次的VH難度應該不會太高 你有放強力一點的AOE補血的話練度比較低應該也都是可以打過的好不好 好那再來呢就針對比較新手的朋友來講一下公主連結的活動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喔 那公主連結這款遊戲呢每個月會有兩次活動 一次是月初的活動是 該年新的活動 那一次月中的活動是去年的復刻活動也就是這一次的這個復刻活動 那活動呢有分兩種 一種是這個有限定角的 一種是沒有限定角的 那這一次的活動就屬於沒有限定角的 所以呢他Hard農的關卡跟這個 這個討伐陣抽的箱子呢 全部都是常駐角的 碎片 這樣子就沒有出一個限定角 好那活動開始之後呢就是我剛剛說的嘛你要先把這個圖推完把這個出回獎勵拿完 拿完這個出回獎勵之後每天要做什麼呢 就是我剛剛說的如果你的中二還沒有農好的話呢可以打一下中二的三個關卡 然後VH推得過的話就打一下VH推不過就打一下Hard 然後呢打到之後呢打到的券拿去抽箱子這樣 基本他的機制就是你打關卡還會掉這個boss的挑戰券 然後呢 挑戰券也可以去挑戰boss 那打boss之後呢會掉這個討伐陣然後討伐陣可以抽箱子 這樣子的一個運作模式 那這一次的活動其實我不是非常建議大家投資額外再多的體力在上面啦 那畢竟呢也不知道經驗加倍會不會回來 那如果經驗加倍有回來的話呢 那你想要投資多一點的體力在這個活動上的話就是Hard的五關先打完 然後呢去打Normal的關卡 Normal的關卡有三個選擇可以選喔 一個是一隻十五 那一個是一隻十 一個是一隻五 有這三關可以選 那三關的差別在於說一隻十我推薦給非洲人或是你覺得運氣沒有這麼好的一般玩家 那一隻五呢我推薦給歐洲人你覺得自己歐到爆就可以打一隻五 那一隻十呢就是刷經驗用的啦 因為一隻十是九體 那九體如果成1.5倍的話他會四捨五入 然後就會多賺0.5的經驗值 但是這一點必須要在活動有經驗加倍的時候才會成立 所以如果活動到時候經驗加倍沒有補回來 Sonnei沒有補我們的話 那這個一隻十就是不存在的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啦 那這個 再來講一下這個箱子的部分 那箱子的話如果你是一個有玩日系手遊或者是說 一些中國的手遊的話呢應該不陌生的系統 反而呢他就是抽箱子 那抽到這個目標重置獎勵這兩個都抽到之後呢 他就會跳出一個藍色的按鈕問你要不要進下一箱 那你也可以不進下一箱然後繼續抽這一箱這樣 公主連接箱子是到了下一箱就回不來了跟Rank還有星數一樣 所以呢看你要不要把這個寶石跟女神秘石抽完 那我自己個人的做法呢是 會在第三箱的地方抽乾 然後就是三四箱我會抽乾啦 那一二的話就是抽到就重置這樣子 那這不一定是最高CP值的做法啦 只是我自己都是這樣做的 那這一次的活動呢是沒有限定角的活動 所以在無限箱就是第五箱之後呢 的箱子中呢是給寶石跟女神秘石 所以呢你持續農這個活動的話還是可以再拿到這個寶石跟女神秘石的 只是 嗯 我不建議多吃體力來打這個 活動啦 你有額外的體力然後不知道花在哪裡的時候再打活動就可以了 那這個是 箱子的 部分 好 那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啦 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了解一下這次的活動要怎麼農然後有什麼樣的狀況 就是那個經驗值加倍的部分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是一個想練等的玩家的話呢這邊要注意 那最後我再講一下練等的部分喔其實我個人不是非常推薦在活動充等級 那原因是因為說 活動的小關卡跟地下城的小關卡 難度是會看你的主角等級的 所以說如果你刷了太多的主角等級 然後你的角色的rank還沒有跟上去的話呢 會導致你活動的小關跟地下城的小關不好打 那畢竟活動的小關是賺石頭的地方嘛 然後地下城呢是每天要賺mana的地方 所以如果呢在這些地方不好推的話呢 會對你的帳號成長有一些影響啦 所以我不建議 刷太多 等級這樣子 好那這是我自己個人的建議啦 但你要刷等級也還是可以的是沒有問題的 好不好 好那大概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